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今天是我们 road trip 的最后一天 明天我们就会离开Albuquerque 所以今天的行程会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会由Albuquerque出发 沿着25号公路向南面走 去到60号公路就会转右向西面走 就会去到VLA 射电望远镜群 之后我们就会沿着沿路 出回到highway 25 向南面再走多一点 转入380号公路向东面走 然后再转525号公路 就可以去到原子弹圆爆的位置 Trinity Site 之后我们就会回到Albuquerque 吃晚饭和执行李 既然大家现在看着地图 就顺带一提 在VLA 射电望远镜以东的地方 有一个小镇叫Pie Town 除了它那里卖Pie很出名之外 它的地理位置也处于北美洲的大陆分水岭 Continental Divide 意思是指一条地理的界线 将北美洲大陆的水分成两个部分 河流在分水岭的西面 将会流向太平洋 而河流在分水岭的东面 将会流出大西洋 也就是说Pie Town 处于的山脉位置 也就是洛基山脉 是北美洲最高的位置 不过这次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就没有过去Pie Town 参观了 差了两个多 没有两个多的一个多钟 我们终于到了射电望远镜裙 看看能否赢得到 你看看 这些全部都是射电望远镜 原来就是这些 对 这些就是射电望远镜 我们应该还有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终于到了 到了一块 我没想过我是可以真的来到的地方 Very Large Array 射电望远镜裙 我终于来了 VLA 射电望远镜裙 是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射电天文望远镜裙 它拥有27只独立的射电天文望远镜 而它的Y形排列 加上的长度是有22英里 即是大概35公里 这些射电望远镜 是可以根据需要 而重新配置不同的排列 VLA 主要是用来观察 宇宙中的射电波 帮助科学家研究星系 黑洞、默充星 以及其他天体的形成和演化 它的高解释度和灵敏度 令它成为天文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它这部超级电脑的运算速度 是高达每秒钟16万兆的计算 如果地球上每一个人 每一秒都计算一条数 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做到超级电脑一秒钟的计算 而我们来参观VLA 射电望远镜 是需要关掉我们身上所有的电子器材 只可以在拍照和拍片的期间才能亮 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射电望远镜 对电波的敏感度是极高的 举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有一个太空人 在木星开着手提电话 然后发送信息的话 在地球上都可以偵測得到 所以大家如果来参观 记得遵守规矩 关掉身上所有的电子器材 以免影响到他们做的研究观察 那我们就开始看Tour了 那它这里就说 如果看到黑云的话 立即走 因为会有Thunderstorm 可能会被雷劈的 在这里 那来到这里 记得 要订阅所有电子器材 去飞行模式 因为它会影响到这里的接收 那我们现在就 跟着这个Walking Tour 哇 这样看 前面看到这个 是一个Radio Sun Dial 来的 就在远处那里 我来过去看一下 哇这个真是厉害 这个 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日规 很厉害 那它 视乎影子的位置 是可以告诉你 其实现在应该是哪一天 那它这里有些 有些 例如夏至在这里 那就是说 如果是夏至那天 7月21 的话 影子就会由 8点钟 9点钟 10点 11点 12点 因为我们已经过了 夏至 所以影子 会比较软一点 很少的 那遲些呢 就会去到Equinox那边 那边 那边就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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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就可以玩了 好了 我們站在一隻王前面了 那呢 看看這裏 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連山那邊說話 Hello 你聽不聽到我們說話 很清楚 嘩 聽到很清楚 你再說一次 你再說一次 是啊 你想說些什麼秘密 隨便播一首歌 但是這裏沒有聰明 很棒 已經很聰明了 聽得很清楚 好像在夾音身體 好像在夾音 你小聲一點 看能不能聽到 這麼小聲都聽到 很清楚 真的很神奇 然後已經是鑊了 然後鑊了鑊 現在那邊就可以報歌了 再拍一張 哈哈 哈哈 我以為自己在車上聽歌 對啊 我好像在夾音室聽歌 對啊 那感覺很搞笑 你明明的電話在對面 還有我知道 它那個聚集 在一個位置特別大聲 嗯 在這個位置最大聲 他這麼好聽說話 對啊 當我們遠離了 那個集中的位 反射集中的位 它就會再散一些 很小聲 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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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這個呢 就說到底 一隻碟有多大 那 就等於82尺寬的直徑 那就可以 放到兩架 尾式的校巴 下去 那 這個呢 就是講解這隻 射電望遠鏡了 這隻射電望遠鏡 其實在遠處的草原 在遠處的草原那裡 是看到有的 那這隻 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這隻呢 就是用來接收波長 比較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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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 Radio 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FM是什麼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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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不用像 那些後面那些 VLA那些 那些 要周圍 它這隻呢 是 就這樣放在那裡 就可以全天後 這樣收到 那些 電波的 那 它這裏呢 就講解 到底什麼是 Radio Wave 那就是收音機 那個頻道的 蛇線 那 它呢 就要說 其實我們現在 肉眼看到的 所有光線呢 都只不過是 整個波長裡面 佔的總間 一個極小的部分 波長越高 就會去到 紫外線 X光 還有 加碼射線 而在 可見光的 長一點的波長 就會是 紅外線 那 已經用眼看不見了 那 之後就去到 微波 最後就是 去到 Radio 那 而在 這幾款 不同的 波長 看到的 同樣東西 會是怎樣的呢 這個就是我們 肉眼可以看到的 可見光 這個就會是 紫外線 這個就會是 X光 那 然後 回到 可見光 紅外線 還有 Radio 的射線 這裏就講解 為何會選擇 在這一個地方 來建造 VLA 其中一個 很大的原因 就是 因為這裏 海拔夠高 又夠平 又離開 城市 夠遠 所以就選擇了 在這一個地方 這裏就講解 到底 VLA 是用來做什麼的 其實 VLA 就是用來收集 天空上面 或者不同星體的 Radio Wave 去 用一個 Radio Wave 的角度去看 這個宇宙 是用來做的 我其實非常之興奮 現在 我說不出 說不出 完全形容不出 這個宇宙 這裏真是很興奮 看到這個 太多了 我出發了 真的 很麻煩 很厲害 這個就是在講解 到底它里面有些什么 它又在这里动了 这边有一个楼坑的楼坑 当年我想读天文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可以来到这里工作 虽然这次我不是来这里工作 但是有生之年见到这个景象 和来到这里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真的很开心 这个叫做Civa Siwana 是什么来的呢 它也是Y形的 这包Cracker Jack的故事 就是在Contact里面发生的 就是说到 男女主角 他们初相识的时候 他们在吃Cracker Jack 后来在里面 就抽到一个子蓝针 而去到电影的高潮位的时候 男主角就把子蓝针 送回给女主角 他就叫她 记得要回来 所以这包Cracker Jack 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包Cracker Jack 是很有意思的 好了 我们离开VLA了 希望将来有机会 可以再回来 再观看多次吧 真的很壮观 真的很壮观 我觉得驾驶这么久 车过来是值得的 好了 我们去下一个据点 我们现在就向着 原子弹原爆的Trinity Site 进发着 其实是有点无管动的 因为 只有这条路进去 那就是说 1940年那时候 Openheimer他们 都是走这条路 将原子弹送进去 Trinity Site 做试包的 正式走回这条路 我们终于到最接近 原子弹原爆的位置了 我们最远 就只可以去到这里了 因为 远柱那里 有条公路 会一直进去 原爆的位置 但因为这里 是军事基地的禁区 所以我们不能进去 而原爆的位置 一年只是开放两次 所以我们这次 就无缘进去看了 但是 至少我们都可以在这里 打个卡先 对了 这次真的 已经是去到最远最远的位置了 那今天我们就 结束我们整个 NFA Southwest 的自家游这个旅程 那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 搭飞机去 San Antonio 去 NFA Convention 那这个人呢 就去 加拿大玩了 好了 我们离开 Trinity Site了 希望 不知道 哪一次 会遇到他 Open House 就可以进去参观了 好了 到此为止了 我们 我们 说声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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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的景点完结了 都还要吃饭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吃的 就是 在香港好像有出现过 但是就 已经 结了叶 但是我自己就很喜欢吃的 Arby's 好 那今天介绍一下我们吃些什么 那我就叫了一个我自己最喜欢吃的French Dip Sandwich 他现在做着特别的六元两个的Rose Beef Sandwich 还有跟Curly Fries 那这里就有一堆sauce 那我请介绍一下有什么sauce 这个呢 就是Honey Mustard 这个呢 就是Horseradish 他们叫Horsi Sauce 那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House Sauce 叫RB Sauce 那也都有正常的茄汁 那这两个Horsi Sauce 我自己呢 就会落落去 那个Rose Beef里面夹着 这样吃的 那其他的汁呢 可以碰薯条 可以碰薯条 也可以 可以碰薯条 那我示范一下 如何吃那个French Dip Sandwich 首先呢 就拿起一个French Dip Sandwich 很多很棒的Rose Beef 很简单的 碰一下 放入口就行了 嗯 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很想念这个味道 有机会吃Arbis 还是要叫个French Dip 通常我呢 如何吃个Rose Beef呢 我就会拿个Horsi Sauce 就是Horseradish Sauce 我直接 舌下去 这样吃的 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觉得 这日酱可能辣一点 那可能会喜欢加一些酱的 那就 看你口味吧 那我自己觉得Horsi Sauce 是好吃的 哇 真是天都未光 就要check out了 现在四点钟 我们要去还车 跟着呢 就去Horsi Sauce 然后呢 就去NFA了 终于还了车了 现在去check DIN C 今天呢 我会坐 First Class 人生第二次坐First Class 上一次呢 其实都是坐内陆机的First Class 那它比起普通的经济客仓呢 其实都只是贵了港元一千元左右而已 所以呢 我觉得值得洗的 这边的餐具都挺干净 可以这样拿 回来美国平价早餐 当然是吃Bagel with Creamy Cheese 希望香港的Bagel 快点进步一点 可以 隨便买一个都好吃 嗯 好了 现在上机啦 这次我们是坐联合航空的 美国内陆机First Class 所以 体验呢 就跟一般YouTuber 坐First Class的体验很不同 是不能完全挨后睡觉 也不能拉起帘子 那些东西 不过 它的确是可以给你多了Lick Room 和座椅是宽了很多的 而前面的电视机呢 也大了 而坐First Class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免费寄仓 两件三十二公斤的行李 而普通经济客仓 是需要加钱才可以寄仓的 那我们这张机票是多少钱左右呢 这一程机的经济客仓 是大概一千二百元港币左右 而我们这一张First Class的机票 就是二千二百元港币左右 即是比起经济客仓 多了一千元港币左右 唷 Houston 机场超级多人 真的很多人 真的很多人 真的是太多人了 刚刚下机了 现在先买东西 我先去吃 我叫了些什麼呢 我叫了一個炒飯 這個他們最出名的 orange chicken 和這個 walnut shrimp 都有點貴 一盒三送飯 14元 即是120元港幣 都有點貴 但很久沒吃 外國吃飯是用叉的 OK 不可以和香港比 但都很欠蛋味 沒什麼鑊氣 但可以的 馬上試一下 orange chicken 不過這個是辣版 我們就看看 orange chicken 是否能保持到 它是辣版 我還是喜歡正常版 但好吃 好吃 這次美國西南部的自駕遊 就屈斷樂 我們看了很多美麗的風景 吃了很多好吃的美食 經歷了很多特別的奇遇 也完成了我好幾個心願 但旅程還未完結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你可以多給我 幫忙 留言 留言 讚好 分享 和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按一下小鈴鐺 和追蹤我的IG 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的 下一集 我會帶大家回我鄉下 去Pacific Northwest 的溫哥華 和西雅圖